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,加拿大西部不练甸哥伦比亚省的一座优质私人岛屿,60年来首次对外出售。 今天就分享这座位于温哥华附近的Ternagin Island。 Ternagin Island位于阳光海岸高速公路旁,距离温哥华约87公里,两个半小时的车程。 它是一个拥有超过93英亩的原始森林和海岸线的自然奇观。 从日出到日落都可以在这里欣赏太平洋沿岸的壮丽景色。 岛上还有一些古老的森林、鸟类和野生动物,是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。 岛上建有两座住宅,一新一旧。 高端的新住宅占地3000平方英尺,有四间卧室、三间浴室、一个配有石木橱柜的华丽厨房和一个带有落地石壁炉的大客厅。 旧的客用小屋占地约2800平方英尺,有四间卧室、三间浴室和一个开放式的大型起居区。 这里有充足的空间可供你招待一家人和朋友。 Ten Again Island有一个大的开放场地,你有足够的空间打垂球、地质球或踢足球。 你还可以选择通过岛上苔藓铺陈的单轨小径,探索独特的岛屿风景。 每个观景点都有令人难忘的可供放松和欣赏风景的地方。 该岛配有海底水电、高速互联网、灌溉水库、智能家居安防监控系统和市政供水服务,主住宅还有备用发电机。 此外,该物业还包括岛屿对面的一块25,091平方英尺的空地,目前用作停车场,由两个带船屋的码头组成,方便岛屿与陆地间的往返。 除了现有的存储空间和贯穿岛屿的单轨小径外,岛上还建有一个100英尺长的码头,可以容纳水上飞机或者游艇。 这里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建造直升机停机坪。 Ten Again Island是永久产权,由同一个家族拥有并经营了60年左右。 该岛目前正在出售中,售价为1500万加币,不到1100万美金,比温哥华的海滨别墅还便宜。 感兴趣的话,欢迎私信咨询,我们下期见。